室友在寝室放冰箱 我们劝他查到会被扣分 他委屈巴巴找辅导员 说我们孤立他 辅导员把冰箱没收 他又找校长投诉 校长以私藏违规电器为由 给寝室每人一份警告处分 扣三学分 室友觉得都是我们把他孤立了 才有这些事 从此他变本加厉 各种大功率电器往回搬 直到某次电线短路 宿舍起火 深夜 他看见火光 第一个从宿舍逃了出去 又把寝室的门反锁 断绝了我们三人的生路 证文开始了 我正坐在桌子前愣神 室友清言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下床把方小璇桌上的东西 全都丢在地上 各种瓶瓶罐罐砸得稀烂 方小璇开门进来 正好碰上这一幕 尖叫一声 东窥道 徐清言 你在干什么 他冲到清言面前 二人扭打在一起 没两下就被清言压制住 清言死死抓住他的头发 左右开弓给了他好多个耳光 说室友孤立你 霸凌你是吧 我都没干 怎么能算霸凌呢 现在我就把这坐实 方小璇的脸高高肿起 脸上好几个巴掌印叠在一起 我连忙把二人分开 劝清言 清言 你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把人打成这样呢 清言虽是强势的一方 却也泪流满面 他指着方小璇 胸口剧烈起伏 几乎喘不上气 你不知道他 他会把我们都害死 清言有哮喘 情绪一激动就容易复发 我扶他到卫生间 小璇 你也知道清言有病 我还是先把你们分开吧 清言吃下药后 稍稍平静了一些 我小声问他 清言 你是不是也重生了 清言一愣 激动地握住我的胳膊 他平素向来与人为善 今天却做了如此出格的事 我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和他还有另一个室友 都曾被方小璇害死 别说清言情绪激动 我都恨不得把方小璇就地掐死 大学一开学 方小璇就说自己曾被孤立过 留下严重心理阴影 我们三人对他百般照顾 诸多忍让 但我们能忍室友 不代表就不想评讲评忧 孤立他 辅导员和校长不仅不搭理他 还因为私藏违规电器 给寝室每人都进行了处分 扣学分 他却觉得都是我们三个的错 从那以后变本加厉 把大功率电器往宿舍办 辅导员没收一个 转头他又搬回来一个 防不胜防 最后因电线短路 寝室起火 他逃出去后还把门锁了起来 我们被活活烧死 我们真心换真心不成 又因为他丧失评奖平优资格 最后还失去了生命 清言重生一事 没因为这是活活气死 都得算他脾气好 我抱着清言 一下一下扶着他的背 安抚道 没事的清言 没事的 已经过去了 他扶在我的肩上 痛哭流涕 从小到大 因为哮喘 我不能跑不能跳 父母对我唯一的期望 就是健康长大 好不容易平安到了大学 怎么会遇上这种室友 我好恨 没关系的清言 他不是说我们孤立他吗 那我们就帮他 找到不孤立他的集体 我给另一个室友 将我打电话时 他笑呵呵的告诉我们 他买了把顶好用的刀 不知道用来切绿茶 好不好用 我与清言对视一眼 都松了一口气 姜如很少情绪外露 他情绪外露时 大多都是生气了 他越生气 笑得越开心 形势越冲动 看来他也重生了 幸好他还没回宿舍 如果回来了 方小璇指不定会遭遇什么 我带着清言 与姜如相约在他家的医院见面 清言出门前 虽然与方小璇道歉了 但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清言 而且他有点事 就爱找辅导员告状 他有抑郁症 几个耳光 但姜如的爸爸是医院院长 开个抑郁症 证明不过举手之劳 他不是喜欢拿抑郁症说事吗 那我们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更何况清言因为哮喘 从小情绪隐忍颇多多 又受了方小璇的折磨 精神本就已经极度敏感 开个证明也不算作假 说起精神敏感 我们三人都有差不多的问题 也是拜方小璇所赐 与方小璇成为室友不久后 我们都发现 他曾被孤立不是没有原因的 无论我们对他多好 每天投胃零食也好 安慰他 夸赞他 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也罢 他都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我们遇到麻烦时 他不仅不帮忙 还要反过来指责我们自己有问题 怎么别人只针对你们 不针对其他人啊 哪怕我们被他传染生病 没有一个人怪罪他 他都要先发致人 说我们自己身体素质不行 后来我们看透了他的自私 不愿而同疏远他 他察觉到这一点 便趁我们落单的时候 哭哭啼啼地说 其他室友好像讨厌他 企图离间我们三人 离间失败 他又到处造谣说 我们孤立他 欺负他 还把我们在寝室的 一些小事放大说 晚上翻身多翻了几次 他都要说 我们是故意不想让他好好睡觉 后来只要他在宿舍 我们三个都战战兢兢的 生怕哪里又惹到他不高兴 与他相处三年下来 每个人都染上了 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 姜如有些不满 搞那么麻烦干嘛 他毁了我们 我们也毁了他 一了百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 但还是握住他的手 姜如 众活一次的机会不容易 我们不能拿他的错误来 惩罚自己 青岩目光发狠 也搭上我们的手 对 我们死得那么痛苦 就算是死 也不能让他死得那么容易 要让他生不如死 回到宿舍 辅导员和方小璇 果然在等着我们 只不过辅导员 在给方小璇换床帘 真是生活不易 辅导员为防疯子 也要被迫卖艺 青岩先发制人 从包里掏出抑郁症诊断证明 对不起小璇 我就是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 突然崩溃了 你损失了多少 我都会赔给你的 方小璇的脸还高高肿着 就没到精神状态不好 就是理由了吗 怎么不是呢 不是的话 你怎么能凭抑郁症 拿捏导员这么久呢 辅导员拍了拍方小璇的肩膀 善笑道 小璇 室友都说了有抑郁症 咱们也不要这么多多逼人了吧 哎实在不行 我给你换个宿舍 果然精神病多了 导员也害怕 曾经我们三个怎么要求换寝室 他都不让我们换 说要照顾抑郁室友的心理状况 现在多了个因为抑郁症发疯的 他倒是主动要换 当然不能换 方小璇换走了 我们还怎么让他恶有恶报 我主动走上前 笑道 不用了导员 我们寝室 关系很好的 之前小璇有抑郁症 我们不也照顾了他三年吗 现在青年生病了 我相信小璇肯定不是那么冷漠无情的人 对吧 方小璇最看重的就是面子 为了获得别人的同情 高看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也是因此 他总喜欢说自己被孤立 此刻这么一顶高帽戴在他头上 他当然不会拒绝 只是说 好吧 但我那堆东西可贵了 你可得算清楚 真是要让人笑出声了 方小璇什么人 我们还不知道吗 没条件又爱装 人设装实力也装 用的东西全都是敌访 一眼看过去 不超过五百块 最后却快额了青年五万块 三人小群里 姜如赚了五万块给青年 就当是他的买命钱 自这以后 我们又主动亲近方小璇 态度就像大意识那样热络 饿了给他提供零食 难过了安慰他 买了新衣服 大肆夸耀他 他十分受用 又把我们当成了他忠实的仆人 时机成熟后 我们主动带他到实验室 小璇 你和我们一队 这次比赛要是做得好了 说不定能争取到保送机会 他敷衍的听着 眼睛却不停往研究生师兄那里瞄 子怡 他们是谁呀 我一脸为难的说 他们是研究生 也参加这个比赛 你是想和他们一队吗 他憧憬的看着那个瘦瘦高高的身影 挪不开眼 那个师兄好帅哦 他们打比赛 是不是很厉害呀 姜如平淡的说 是厉害 但他们做的东西也比较难 劝你 还是不要打他的主意 方小璇不懈的扫我们一眼 你们不会是自己没实力 就希望我也跟你们一样混吧 随后 他就自信的走向研究生师兄的队伍 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 还隐晦的用眼神对我们指指点点 大概是又把室友孤立他当谈资了 我们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上钩了 果然方小璇还是和前世一样 无论我们对他多好 只要有一点不顺他的心意 他说变脸就变脸 越不让他做 他偏要去做 我们可是提醒过他有危险的 跟前世一样的日子 方小璇搬回宿舍一个半人高的冰箱 不一样的是 他搬完就走了 洋洋得意的说自己要去约会 姜如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我看他走到寝室楼下 与别人一起离开 才放心的回到寝室 你们知道我看见谁了吗 送方小璇冰箱的人 就是那个研究生师兄 姜如恍然大悟 我想起来了 怪不得我总觉得他眼熟 我在我家医院见过他 研究生师兄名叫郑宇 姜如说他在医院多次遇见他 而每次遇见 他身边都带着不同的女孩 不过我记不清 他从哪个科室出来的了 好像每次去科室都不一样 姜如一通电话 便将郑宇每次去的科室 调查得清清楚楚 原来不止他对郑宇有印象 由于郑宇清俊的外表 和每次身边都不一样的女伴 不少医生也都对他有印象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不得了 他每次去的科室 不是皮肤性病科 就是计划生育科 也就是说 他不是去看性病 就是陪女伴去打胎 而且他已患的性病还不止一种 多次去皮肤性病科 除了定期复诊 还有女伴被他感染 拉他一起做检查的情况 我们三人面面相去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把方小璇引到郑宇那里 只是因为前世郑宇的实验 曾发生意外 虽不致命 被波及到的人却也十分折磨 后半生算是毁了 万万没想到 他这个人也有大问题 这两人凑到一块 也算是我们三个为民除害了 方小璇直到晚上十点才回来 春风满面 他一边炫耀 一边给小冰箱插电 你们不知道 学长对我特别好 这冰箱怎么没反应啊 当然没反应了 为了防他这一手 我们三人备战考研之余 还花大价钱报了个班 专门学习电路知识 早就把他冰箱搞坏了 不送去给专业的维修师傅 根本查不出问题 表面上 我们个个都洋装不知情 关心到 是不是你那学长送你的呀 那么就 应该早就坏了吧 他不会是把不要的破烂送你了吧 方小璇不耐烦的咬指甲 反过来指责我们 怎么可能 学长开房都不用我掏钱 肯定是真心喜欢我 你不要挑拨离间 轻言惊讶的捂住嘴 你们才认识 不到一个星期就去开房了 你不会是被骗了吧 听说这个学长私生活很乱的 方小璇却仰着头 一脸骄傲 什么私生活乱 学长那么帅 别人爱而不得造他黄谣 也很正常 你们不会是嫉妒我吧 我们无奈地敷衍几句 随后缩回床脸里 三人小群里 姜如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对他怎么好都把我们当狗一样 转头又去给外面的男人当狗 轻言 我们可是第二次提醒了 我 可能在他眼里 只有男人才是人吧 把我们的提醒当作嫉妒 方小璇面对郑宇 更加热切了 似乎觉得他们越恩爱 我们就越眼红 还隔三差五向我们炫耀郑宇 对他多好 答应论文带他名字 又给他脖子印了多少草莓 姜如瞄了他的脖子几眼 转头就在三人群里发信息 姜如 我擦 他脖子上好像肿了一块 他这几天还抱怨嗓子不舒服 拿我好几包感冒冲剂 轻言 是感冒了吗 姜如 艾滋病前期有类似感冒的症状 梅毒前期有淋巴结肿大的症状 这几天他洗内衣的时候也抱怨 那里磨得很痛 我估计是那里也出现症状了 姜如 他和郑宇在一起快半个月 估计是中招了 有些性病日常接触也会传染 他要什么你们就给他 千万别跟他近距离接触 姜如医学是家 又经常做志愿者举办预防艾滋病讲座 因此我们都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我们沉得住气 姜如却率先沉不住了 他打开电脑PPT 假装练习演讲 念了一些性病早期症状 方小旋玩手机的手突然不动了 竖起耳朵听姜如讲话 姜如念了一会儿 停下来 发现方小旋阴森森地站在他背后 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青岩透过床帘的缝观察他 心里通通直跳 他会察觉到吗 郑宇把性病传染给了他 我们虽然对他倒霉喜闻乐见 但更害怕他会把病传染给我们 还是挺希望他赶紧去治疗一下的 方小旋开口了 说的却是 姜如你要讲能不能出去讲啊 寝室是休息的地方 你不会觉得在寝室讲这些 会显得你懂很多吧 你讲这些好吵啊 都影响到我和学长打视频了 姜如气得指尖微微颤抖 我和青岩赶紧从床上下来 姜如快到饭点了 我们出去吃火锅吧 我们连拉带拽的把姜如带出去 出门前 我听到他又在用家乡话 跟家人抱怨室友 孤立我出去玩不带我 他已经这样干很多次了 以为用家乡话就没人听得懂 实际上我们三个都能听懂 刚开始碰上他这样 我们还会暗暗自责 是不是没照顾到他 他才会这样想 后来很多次 我们主动叫他一起吃饭 他都拒绝了我们 直到某一次 我们听见他用家乡话和家人说 室友叫我出去吃饭 还要我付钱 大姐 我们不过是提议聚餐 每个人A自己的钱 你居然能颠倒是非 说成我们请你吃饭 还有你买单 碰上这样的室友 谁敢不疏远他 我和青年一路上 想招法安抚姜如 我们不怪他 嘴上说要离方小璇远点 实际行动却暗示方小璇 可能得了性病 相处三年下来 就跟看透方小璇一样 我们也知道姜如刀子嘴斗斧心 总是嘴上说尊重他人命运 实际行动却恨不得 把你被骗了天脑门上 姜如却红着眼眶 主动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差点就让他发现事实了 青年谋色动容 姜如 你确实错了 你就不应该还对他 抱于是正常人的幻想 至今为止 我们已经提醒他三次了 他害死我们 我们还做到这些 自认为已经人之意尽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如果再劝 他不仅自己会死 可能还会做水鬼 把我们拖下去 姜如的话 还是给方小璇 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我们吃饭回来 姜如发现 他都和郑宇睡半个月了 再吃阻断药 也没什么用的 他都已经出现早期症状了 姜如 不过这有钱了就是不一样 几千块钱的阻断药 说买就买 这要有没有用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半个月后 他又跑医院去做检查了 这次不是艾滋病检查 而是妊娠检查 姜如轻易就获得了检查结果 妊娠五周 艾滋病和怀孕的事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概是知道 不管告诉谁 这都是一件丢人的事吧 只不过从医院回来 他的神情异常恍惚 姜如打听到 他在怀孕结果的第一时间 就跑去咨询了人流 却在缴手术费的时候 交不出钱 他这才发现 卡里的钱早就被挥霍一空了 张红的脸灰溜溜的出了医院 我 他为什么不找郑宇要钱 亲眼 我知道我知道 郑宇那个实验室的导师特别扣 实验材料全都不给报销 他都是自费买实验材料的 随便一瓶事迹都大几千 姜如 不只能 他一个月至少要陪三个女生去做人流 有医生碰见过他的女生拳打脚踢 说没钱谈什么恋爱 还要把他搞怀孕 郑宇此人真是个奇人 说他人渣吧 他自费读研究生 励志 说他不错吧 他又到处传播性病 搞大不同女生的肚子 不过方小璇似乎是赖上他了 哪怕我们暗示他 郑宇在做的实验好像很危险 曾经有学长做过相同的实验 结果搞出爆炸了 当场丧命 他第一反应都是赶去实验楼 监督郑宇的实验 怕他搞出危险 不知道是不是得知自己怀孕的原因 他的手总是无意识地抚摸肚子 我们不禁猜测 他不会是怕孩子失去父亲吧 与前世相同的时间 郑宇做的实验还是出意外了 不同的是 有了方小璇的监督 郑宇伤得更重了 据说是方小璇不听郑宇阻拦 加入了错误的试剂 结果腐蚀性试剂四处蹦见 两人身上都是被腐蚀灼烧的坑 身为室友 我们怎么能不去关心他呢 好巧不巧 他们又被送到了江儒家的医院 我们到时 方小璇与郑宇扭打在一起 原来是医生看了他们两人的过往病例 忍不住责备 你们都确诊那么多皮肤病了 免疫系统本来就很差了 做实验还不小心一点 方小璇便忍不住埋怨郑宇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感染那些病 郑宇不服气道 跟你谈之前我可没那么严重 油都长到了脖子上 谁知道是不是你本来就有病 把我传染得更严重了 方小璇每天都在服用阻断病 本就不稳定的情绪 经过药物副作用的干扰 更是一点就染 她当即暴起 对着郑宇又打又骂 有个小护士累眼汪汪的 与我们擦肩过 医生说那是被他们撞到 不小心把他们用过的针头戳中自己 造成了职业暴露 有感染风险 几个护士全副武装 才敢把他们俩拉开 没办法 现在的他们满身性病 皮肤又因为沾染了太多腐蚀性液体 严重溃 他们平静下来 我们才得以看清他们现在的模样 方小璇的左脸和眼睛都被严重腐蚀 拉扯中他脸上的绷带掉下来 露出大片红色的血肉 医生说他的左眼应该是再也好不了了 郑宇的脸倒是完好无损 胳膊上身上却缠满了绷带 他无意中的一个转身 我们才看到他的后脑勺 贴着一大片绷带 曾经将如吐槽他们 两个人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脑子 如今进程针了 方小璇动作停了 嘴巴却没停 郑宇你个混蛋 我因为你得这种脏病 被你搞大肚子 你竟然这样对我 真是狼心狗肺 郑宇气急反笑 哈 我狼心狗肺 谁知道你怀的是不是我的 你到处说自己抑郁症 被室友孤立 私下勾搭了多少男的 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你进医院了 你室友还来看你 你却到处说人坏话 还发寝室偷拍他们的照片 到底是谁狼心狗肺 原本我们对方小璇这惨样 还有几分同情 此话一出 彻底心死 方小璇慌忙解释 我没有 你们别听他瞎说 姜如一脸死记 你还偷拍我们 而青年已经眼疾手快的 把他手机抢了过来 我们三人按着他解锁 一条一条翻看他的聊天记录 看着身材 辣吧 他家可是开了好几家医院的 医学是家 天天在寝室炫富 我室友的哮喘药 哎 真羡慕他呀 凭借一个哮喘 体测 早八体育课 就都可以不去了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病 他们又一起就出去玩了 肯定是因为我抑郁症看不起我 孤立我 指不定在一起 怎么说我坏话呢 除了这些茶香肆意的聊天记录 还有数百张 我们只穿着睡衣 或正在换衣服的照片 我咬牙死死盯着他 质问 方小璇 我们哪里对不起你 好吃的 好玩的 我们什么时候少过你 姜如妈妈从澳门带回来的纪念品 三千块钱一个 你说要他就送你了 你床单一年不换一次 全都是陈满 青年就算有哮喘 也还是任劳任怨的帮你换 参加大创比赛 我哪自少过你 PPT 资料你什么都不做 不全都是我替你做的 你就真的有这么狼心狗肺是吗 我们就活该伺候你是吗 方小璇开始还一脸无措 随着我的质问 周围人的目光 全都会聚在他的身上 失望 讥讽 愤懑个有之 方小璇突然抱着头肩叫起来 不是你们应该做的 全都是 我对不起你们行了吧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不应该有抑郁症 都怪我家里穷 融入不了你们 行了吧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性格差 你们讨厌我都是应该的 行了吧 清言被他吓得 情绪也激动起来 呼吸越来越急促 难受的蹲在地上 我手忙脚乱的 翻出随身带的哮喘药 喂给他吃 曾经我们对方小璇 也这样无微不至 总是随身带一些 他可能需要的东西 以防他需要的时候没有 哪知在他心里 从始至终就没有把我们 当成平等对待的人看过 我们是活该伺候他的奴仆 是他吸引别人同情的谈资 是他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工具 辅导员姗姗来迟 见他这份样子 还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 导员 他们平时孤立我就算了 现在还合伙欺负我 抢我手机 翻我聊天记录 侵犯我的隐私 姜如 你还好意思说 你偷拍的还不少啊 一年偷拍几百张 导员一头雾水 却下意识受了方小璇的驱使 大家都是室友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先把手机还给小璇 我们三人冷眼看着他们 不予理会 就算这事是我们站里 学校也肯定想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凡是第一反应 都是稀释宁人 一旦把证据交给辅导员 可能就再也拿不回来了 姜如喊来保安 把他们牢牢挡在一边 我则掏出手机 报警 叫律师 警察扣押了他的手机 经过调查 三年里 他一共偷拍了我们 一万两千多张照片 关于孤立 抑郁的聊天记录 组组有八千多条 都是他在跟不同的人造谣说 室友孤立他 同学孤立他 辅导员联合室友霸凌他 原本辅导员 听学校领导的安排 还因为劝我们私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得知方小璇聊天记录 骂了他三千多条后 也摆烂了 由于皮肤的严重腐蚀伤 暂时没办法 把他传唤到警局 他暂时逃过法律的追捕 却逃不过自己身上造的孽 皮肤的溃烂 一天比一天严重 他却拿不出前置了 无奈之下 他给家人打电话 家人一听治疗费用 当场就劝他别治了 辛辛苦苦供你读大学 你就这样拖累我们一家人 方小璇不依不饶 一哭二闹三上吊 家人不胜其烦 甚至开始私下问医生 买不买器官 如果给的钱多 立刻就可以把他的器官拿走 医生一听这可还行 当场报警 说他的家人涉嫌私下买卖器官 警察一来 这事情也算闹大了 方小璇得知 家人不仅不帮自己治病 还想卖自己的器官 直接划破自己的手 企图塞进家人的嘴里 让他们和自己一块 感染艾滋病 同归于尽 家人把他狠狠的推开 像碰到什么脏东西一样 脆他 你就这点用了 把器官卖到回报 我们也是应该的 不愧是一家人 读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从那以后 方小璇的家人也不再管他了 他便天天纠缠郑宇 要求他娶他 郑宇求家人给自己换病房 转院 方小璇却拿出自己 妊娠检查的结果 你们儿子全身脏病 我已经传的到处都知道了 反正他也皮肤溃烂 除了脸没有一处好的 没人会愿意和他结婚生孩子的 不如娶我 与郑宇放浪的生活作风不同 他父母思想意外的封建 对方小璇说服 害怕老郑家的香火就此断了 还真把方小璇带回家了 可能是知道自己的名声臭了 到郑宇家后 他就再也没回过学校了 辅导员说他不会再回学校了 他家长也懒得来学校办退学手续 我们便小心翼翼 把他的上床下桌用防尘膜封好 门锁也换掉 睡觉和出门的时候 避紧锁门窗 防止他什么时候又回来做妖 把他的东西彻底封存起来 我们才互相对视 松了一口气 后来青岩几乎再也没犯过哮喘 唯一一次发作 是在研究生拟录取通知发过来的时候 太过激动 姜如告诉我们 在方小璇怀孕23周的时候 检查出来胎儿畸形 在郑宇家住了两个月 郑宇一家人被他折磨的行销鼓励 一听胎儿畸形立马要求饮产 方小璇却坚持生下那孩子 想必他也知道 一旦饮产自己 就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 但他还是没有如愿 顺利生下孩子 怀孕九个月后 他早产了 生下一个死胎 郑宇父母喜不自胜 其父更是当场晕厥 其母又惊又怕 提出逢此喜事 不如做个全身体检 好好庆祝一下 其父却置之无无 左推右足 其母察觉不对 强制要求必须做 结果出来 郑宇的父母都被感染了 梅毒和艾滋 原来是方小璇感染了其父 其父又感染了其母 郑宇四处留情 风流浪荡的时候 应该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最终都会被回馈到 自己父母身上吧 至此 郑宇一家的名声 算是彻底臭了 原本我们就因为 对方小璇偷拍 造谣的处罚太轻 一直有些愤闷 所以帮他们友情 宣传了好一段时间 郑宇夫妇的光辉事迹 此事一出 姜如似乎突然被打通了 任督二脉 她当即打起精神 四处寻找曾被 郑宇感染性病的女孩 姜如信誓旦旦地 向每个人承诺 自己家有好几家大医院 能请到最好的律师 一定把郑宇网最重的判 最后竟然找到了二十多个 其中三个 在与郑宇发生关系的时候 甚至还是未成年 这次的诉讼结果 非常顺利且可行 郑宇被判了二十多年 郑宇一家本就没多少积蓄 现在全家患病 老夫妻一边自己治病 另一边还要给老李的郑宇交钱 肝胆欲碎 宝贝儿子被关进去 方小璇还在他们家作威作福 把他们当牛屎欢 受郑宇案件的启示 他们俩不吃药了 都要把钱凑出来 起诉方小璇故意传播性病 方小璇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劝他们他也进去了 谁给他们养老 他们便撤诉了 结果方小璇转头 就从学校实验室偷了假唇 夹到饭里 把他们全堵死了 这件事不是姜如查到的 而是辅导员先告诉我们的 我们唏嘘过后 又有些疑惑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辅导员目光晦涩 学校查监控的时候 查到他离开学校前 还来了一趟寝室楼 和我的办公室 他的用意不言而喻 是想把我们和导员 如正与父母一般 全都堵死 幸好我们早就把门窗锁了起来 他进不来 不然还真加到饮水机里去了 而辅导员那时 正在为另一个头疼学生的 是四处奔走 回到学校水都没来得及 喝上一口 就被领导叫过去查监控了 也是因此才逃过一劫 五月份 我们班级聚在一起 拍毕业照 辅导员看着名单 有几分唏嘘 哎 咱们学校可是有个口号 一起入学就要一起毕业呀 我们有不满的看他 导员 害群之马 当断则断 辅导员晚上十点发来信息 你能不能把白天那句话 写成公众号文章 风格严肃一点 我要装作不经意分享给领导 宝宝们 对本视频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交流哦 全文完